娱乐至此,金钱之上,一人一根的圈们又来了。 近日,多位明星激烈翻车,向大众展示了娱乐圈混乱污浊的一面,令人唏嘘。 尽管相关部门已经着手出台,相关政策整顿圈内不良风气, 但在此之前仍有不少明星,特别是女星都曾遭遇过潜规则。 只是她们有的人既知逃脱,有的人却惨造买没,下场截然不同。 第一,赵丽颖。赵丽颖次拍摄《陆真传奇》、《花千古》等等影视剧《大红后》, 就坐稳了寿司女王的宝座。 但190年初,升完海次后,在拍摄尤斐时,一次遭遇了剧组的潜规则。 她曾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汉堡对比图, 其中一个汉堡,饱满料足,写着原著,另一个汉堡,干扁缩水,写着改编。 最后在暗讽尤斐剧本,遭到了大篇幅的删减,修改。 与原著相差深远,令人不满。 当时赵丽颖已不是刚出道的小丫头,自然敢公开怒怼。 但若是换成了一些入行的新人演员, 恐怕只能哑巴吃黄鳞,有苦说不出吧。 第二,谢娜。 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,谢娜自小便才于出众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16岁的她被选中剧剧组客串一个小角色。 没想到刚和制片主人见面,对方便要和她拥抱,称要祝福她。 她当时一脸懵,疑惑地问道,祝福我什么呢? 这位制片主人说,祝福你进组啊。 谢娜马上反应道,那握手就可以了。 不料主人拒绝了,坚持要和她拥抱,还不断靠近谢娜。 这时候谢娜马上机智的,跑到房间门口,打开房门大喊,你可以走了。 看见楼道上那么多人看着,主人只好先离开。 第二天谢娜便将主人的无耻行为告诉剧组其他人,让主人无力自容。 谢娜甚至还悄悄把主人晾在阳台的裤子,扑当烧掉,采解了心头之气。 并谢娜大闹之后,主人自觉没脸搭下去,只好离开。 也就是谢娜,但她敢这么做。 换成其他小小年纪,遇到这样的潜规则可就不一定了。 不过她的机制也确实保护了自己。 只至今天走到了芒果胎一届的位置,也是实至名归。 零三英彩儿,当年英彩儿凭借出色的外表以及活泼的性格, 在中国新选拔中脱颖而出,之后被向太全来一眼看中。 千蕾旗下艺人,当她开始追逐自己的演员梦时, 却发生了一件令她终身难忘的事。 当时年少的英彩儿正跟着剧组去隔离做宣传。 突然有一天,有个秘书就给她塞了一大袋子的钱, 还说是老板要给她的。 虽然英彩儿心中疑惑,但出于害怕心理,还是没感受。 像秘书说,把她还回去吧。 秘书走后,英彩儿才卸下防备, 给妈妈打电话说明,说着说着,眼泪直流。 想必她心里也很清楚,这笔钱究竟是为什么要给她。 如果她收下了,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? 好在她虽然经验不足,但是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, 抵挡住了金钱的诱惑。 零四,沈佳妮。 说起沈佳妮,大家可能都不太有印象。 她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 曾参演《试炼33天》、《北平无战士》等热播剧。 本来应该有大好前称, 是因为拒绝了西干道导演的心骚扰而惨遭埋没。 当时西干道导演三番五次地骚扰她, 剧组不少人都知道, 但大家却让她坚持下去。 为此她也对拍戏和表演产生了阴影, 之后便极少出演作品了。 在后来的采访中, 她还透露到导演心骚扰只是娱乐圈中的冰山一角, 这从近期郑爽的带云妻子事件, 如云凡的选飞事件能窥见其中一案。 现在沈佳妮已经隐身成为朱亚文背后的女人, 过着一家幸福美满的生活, 她不后悔揭露导演的恶劣行径而永无出头之日, 只希望别有更多人再因此受到伤害了。 05.蒋欣 要说蒋欣为什么能将《军幻传》中华妃一绝, 塑造得那么逼真, 很可能是她本人身上那股桀不炫的劲儿, 简直跟华妃一模一样, 有什么话都直说不爱绕弯, 因此也让她在娱乐圈损失了一些朋友, 但这样的性格反倒让她在看碟子下菜的娱乐圈不被欺负。 但就是这样的蒋欣也遇到了娱乐圈的潜规则, 在采访中她表示自己所遇到的潜规则是送钱, 原因竟是因为他们觉得像蒋欣这样的年轻演员, 是因为自己的营件才有机会出演的, 理应给点好处费。 朴导演将自己定义为一家小新经济公司, 收着两边钱, 一边领着副导演工资, 另一边还收着演员的钱, 而这还算小事。 蒋欣还遇到更令人气愤的事, 有次她去剧组探班时, 亲眼看见那些导演副导演围坐在桌前, 将年轻女孩的照片摆放在桌上挑选, 她们选人的标准不是会看演戏, 而是看脸, 用蒋欣自己的话来说, 这些女孩就像商品一样被挑选。 剧组的副导演和另外一个组副导演, 两人围着一张桌子, 看着女演员的照片, 边看还边拿起来说, 这牛不错, 这一幕让蒋欣看了十分气愤, 她十分激动地说, 我当时就觉得, 如果你拿的是我的照片, 我现在过去会给你一巴掌。 接着很奋慨地表示, 副导演, 你是来干什么, 你是来选演员的, 你这样不公平, 会有多少演员在你手上毁掉, 这也让蒋欣下定决心, 一定要出人头地, 让自己能有话语权。 公开这些黑暗的潜规则, 时至今日, 她也确实完成了目标, 这样的潜规则对于行业或是社会都是有害的, 她意味着有人可以用见不得光的方式走捷径, 那么注定有一部分有才能的人会因此失去机会。 06,杨幂、杨子、七威, 林开机却被幻觉, 近几年杨幂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, 但她爆红之前的心酸史却没几个人知道。 刚出道时, 杨幂好不容易接了一部戏, 签了合同, 收了定金, 很以为能够通过这部戏斩露头角, 却在林开机前被换掉了, 而换掉她的原因很简单, 就是这个角色给了某位投资人的女朋友。 当时杨幂为了这个一个角色, 辛苦俱练了三个月之久, 没想到却等来了这样一句, 你明天不用来了, 你被换掉了。 这也激发了杨幂的斗志, 她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, 才不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的窘境。 如今杨幂在圈中不仅站稳了脚跟, 更是自己当起了老板, 培养自家一人, 妥妥的女家人一个, 而同样遭遇了这种不公平待遇的还有杨子和七威, 尽管当时杨子因为出演, 像有儿女已经小有名气, 但仍然逃脱不了被潜规则的命运。 当时杨子好不容易接到了一个女一号的角色, 为了提前适应环境, 她还提前进足准备。 结果某天晚上, 却被临时通知, 角色被换, 赶紧走人。 而事后一打听, 接替杨子出演这一角色的正式投资方的女儿, 这种事还不止一次。 长大后, 杨子又再接一部戏, 担心因为太胖不上镜, 她还为此减肥断裂, 准备了两个多月, 结果等来的回应又是你被替换了。 可想而知, 当时杨子有多心塞, 因为娱乐圈的佣人根本没有标准, 往往是谁有关系谁上, 而不是谁更努力, 谁更有实力谁上。 七威也是如此, 因为歌手身份而被大家熟知, 后来机缘巧合, 她也尝试去拍戏, 本来事情很顺利, 但在镜组前五天, 她却被换掉了, 取代她的投资方推荐的一位女演员, 尽管剧中角色与这位女演员的形象完全不符, 但剧组却为了她一个人量身打造了一个剧本。 这07威既吃惊又无奈, 尽管遭遇了这么多潜贵则对待, 她们几个人也没有倒下, 而是再接再厉, 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就, 灵妻、灵念、愉悦, 面对同样的遭遇, 有的人不愿屈服, 但有的人却灰心丧气, 灵念和愉悦正是其中两个, 由于对行业的失望, 灵念出演的角色并不多, 最出名的应该要是窝窥里的海藻, 而她之所以那么排斥演戏, 还要讲讲她大三时的一次遭遇。 大三时期时, 灵念和其他同学一样去了剧组面试, 积攒经验, 其中一个剧组刚开始是分认可她, 但当她进组之后, 却迟迟没有拍她的戏, 但很多次询问了相关人员时, 这些人却以各种理由搪刺她, 有时候说因为帮她接头发太麻烦, 有时候又说先拍其他人的不急, 后面又有人跟她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后, 她才明白自己遇到潜规则了, 尽管机会来之不易, 但她既难受, 又不愿意将就, 隔天就跟导演说不言了, 回了学校, 因为这件事带来的影响, 理念和沈佳妮一样恐惧演戏, 而且对行业里一些习以为常的潜规则, 十分抗拒, 这人让她宁愿去端盘自喜晚, 也不愿意去拍戏, 另一个演员宁愿就更没有名气了, 因为她16岁就遇到了潜规则, 一个和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人直接问她, 能不能接受拍戏之外的事情, 她直接拒绝了, 没想到这个男人直接就打算把王映上弓, 于悦不停地反抗, 也没让她得逞, 后面这个男人就直接对她说, 行, 以后戏都不让你上, 拨都不让你拨, 至此于悦真的很少有楼面的机会, 因此大家都不怎么认识她, 其实潜规则每个行业都有, 只是娱乐圈这个名利场将她放大了, 但相信如果行得正, 坐得直, 有潜规则来了, 也不怕, 据知成功无捷径, 天上掉笑不赢的事是少有的, 而经受不住诱惑的人往往被骗得最惨,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如果喜欢全美的视频,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,